谢谢主在神的恩典里面 每一次讲平安 特别是生病之后 说平安感受特别深刻 谢谢主 上礼拜加拿起来 他一进来就说 控制好多人都在为你祷告 去台湾都在为你祷告 我觉得在生病的过程里面 很感恩的一件事就是享受被爱 教会是一个家 我们的教会叫基督之家 在这个家里面 家就是有爱的地方 在家里面享受天父的爱 在家里面也享受弟兄姊妹的爱 所以今天信息开始前 可不可以我邀请你做一件事情 很认真的转过去 跟你左右两个人说 耶稣爱你 阿们 耶稣爱你 谢谢主在神的恩典里面 谢谢主 在生病的这段时间里面 有好几次有弟兄姊妹来跟我讲说 控制好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我说你要问什么 他说牧师也会得癌症 牧师也会得癌症 我想他要讲的是说 上帝不是爱你吗 神不是爱吗 既然神是爱 神为什么要让你得癌症呢 其实我们生命里面 所发生的很多事 我们大概很难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给上帝 一天到晚淋雨 后来感冒 你说这是上帝的责任 还是人的责任呢 如果知道自己的胆固醇 非常非常高 还一天到晚吃肥肉 后来有一天中风 那责任是上帝的 还是我自己的呢 我自己生病 其实我也承认 有很多的时候 我没有好好照顾我的身体 但是我也会这样想 虽然如此 上帝你是全能的神 你难道不可以阻止 这件事情的发生吗 上帝没有 上帝允许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我的生命里面 对我来讲 这也是一个生命里面 很新的一个学习 好多年前我还在做 新闻工作的时候 有一次我做一个采访 那个采访是访问 到一个农家去 访问他们怎么发绿豆 绿豆芽 绿豆怎么样 发成绿豆芽 在发那个绿豆芽 那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想我们这边 大部分的人 我们国中的时候 上生物课 我们大概都做过那个实验 拿一个培养米 放上面放棉花 然后把它弄湿 绿豆撒在上面 弄一点水 一段时间之后 它就会发芽 它就自然会发芽 但是那个 我们自己发的那个绿豆芽 跟在菜场里面 你买来可以吃的那个绿豆芽 非常不一样 菜场里的那个绿豆芽 又肥又嫩 很多汁 可是我们自己发的 常常是又干又扁 根本不能吃 那不一样在哪里呢 我发现农家 他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大部分跟我们差不多 也是一个大的石墨 把绿豆放在上面 撒上水 但它多一个步骤 它在那个绿豆上面 加一块石头 有一块很大的石头 压在那个绿豆上面 压在那里 那那个绿豆要发芽的时候 它就要去顶 因为上面有一个石头 它就要去顶它 为了要能够长出来 要顶它 它就必须长得肥 它就必须长得壮 我发现原来在生命当中 有一些外在环境 给我们的压力 其实对我们的生命 也许是好的 帮助我们可以长得更茁壮 而一个有经验的农夫 一个有经验的农夫 知道多重的石头压下去 对它是好的 太重了 绿豆压烂了 太轻了 达不到效果 多重 刚刚好 其实这就好像圣经里面 所讲的一段话 上帝允许在我们生命当中 也许有一些从环境 从人 从事 从物而来的一些难处 挫折 压力 在我们的身上 但它知道我们可以承担多少 它不会给我们一个石头压 把我们压烂了 它知道我们能够承担多少 而且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它总是给我们开一条出路 在我生命的这个过程里面 这段经文给我很大的帮助 我也想跟你一起来念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念 一起来 请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 叫你能够忍受得住 神从来没有说 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 天色常来 一帆风顺 不一定 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难处 可是神答应一件事 第一 祂知道你能够承担多少 祂不会给你一个担子 过于你能够担的 祂不会把你压烂了 另外一方面 在你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 祂总是给我们 开一条生命的出路 什么是我们生命的出路呢 刚才讲平安 我们一般人讲平安的时候 总喜欢跟另外一个词连在一起 就是无事 平安无事 平安无事 什么是平安呢 就是没有出事嘛 没有出事叫做平安 但是如果无事才叫做平安 人其实常常没有办法 真正有平安 没有办法享受一个真正的平安 为什么 因为你永远在担心出事 今天没有出事 那明天呢 今年没有出事 明年呢 婚姻没有出事 那健康呢 儿女没有出事 事业呢 如果无事才是平安 人大概很难真的享受平安 因为我们永远在担心出事 成为一个基督徒 上帝给我们人生的路 不是永远无事 有事 但是有事 怎么样享受平安呢 有事 出事了不就是应该忐忑不安吗 出事当然就事业出事了 不安嘛 婚姻出事了 不安嘛 健康出事了 不安嘛 怎么样在有事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享受平安呢 圣经里面有一段记载 这是耶稣和他的门徒 门徒就是耶稣的学生 这一位神 独一的真神来做人 耶稣基督 在他来做人的这个过程当中 谢谢主 他带了十二个学生 他们共同经历了一件生命的风暴 而在那个生命的风暴当中 门徒学一个功课 怎么样从有事 出事 不安 到 即便出事 仍然有一个生命里面的平安 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马可福音第四章 我们读三十五到三十七节 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节 一起来 我们来看这段经历 好吗 一起来 请 当那天晚上 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门徒离开众人 耶稣仍在船上 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 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 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水 门徒正在经历一个生命的历程 这一节的经文的后面 三十八节的第一句话 我们来读一下 三十八节的第一句话 好不好 一起来 请 耶稣在船尾上 枕着枕头 睡觉 门徒和耶稣呢 都在船上 而他们这条船 这个旅程 遇到了一个生命的风暴 我们常常说 人生的旅程 每个人的人生 都是一段旅程 在这段旅程当中 我们都有一个 属于你的生命的船 我们也在这个船上 去掌握 我去掌舵 我的船要怎么样往前行 要往哪里走 往左走 还是往右走 而在这个生命的历程当中 在这条船上 永远会有风有浪 永远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门徒遇到了这样的一些事情 他们也尝试在那个风浪当中 去掌舵 在十二个门徒里面 至少有四个人 是非常熟悉水性的 彼得 约翰 雅各 安德烈 他们这四个人是打鱼的人 所以对他们来讲 恐怕他们里面会有一个说 这件事情我行 因为他们从小 大概就在加利利海水里 来浪里去 他们就是这样 那个地方对他们是非常熟悉的 我相信他们心中有一句话说 讲道 听耶稣的 医病 听耶稣的 赶鬼 听耶稣的 死人复活 也要靠你 但是 开船 听我的 打鱼 听我的 撒网 听我的 因为专业 那是他们的专业 所以当海面上起了风暴的时候 我相信十二个门徒 他们就很努力的起来 要做一点 现在怎么样来回应这个风暴 每个人生命里面都会有一些风暴 而风暴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在想我怎么回应 而在这个回应里面 我猜那四个熟悉 加利利海水性的这些 这四个渔夫 一定是领袖 告诉他们 这些人应该怎么做 那些人应该怎么做 网应该怎么撑 开始的时候 他们应该是很有把握的 因为熟悉 打在手背上 这些是我们熟的 我们会的 但是渐渐地他们发现 好像超过我的经验值 不是应该这样撑一针 就可以过了吗 怎么没有过呢 不是应该撑过这一段 风浪就会下去 怎么风浪越来越大呢 我们做很多事情的回应 都从我们的经验值出发的 但是我相信 那一天晚上 门徒遇到一件事情是说 整个事情的发展 超过我的经验值 我们以前都这样做 就可以过关 这次怎么过不了关呢 今天早上很早 我到教会祷告 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动 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人 今天你好特别 也许你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 也许是朋友的 人家的应拉你来的 也许是不好意思你就来 可是我要跟你说 耶稣真的很爱你 因为祂知道你在面对些什么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面对我们生命当中 不同层面的有风有浪 我们也用我们的方法 想要能够过关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长 你人生的多 我想跟你分享一点 我自己的成长 我们家有八个兄弟姊妹 我最小 那前面有七个哥哥姐姐 然后我有爸爸妈妈 然后我祖母 所以我前面有十个人 我从小最相信的一句话 就是天塌下来 有个子高的顶着 因为都轮不到我 我哥哥姐姐 各个都会念书 能干 优秀 所以事情呢 有什么事出什么事 他们就会去顶 然后我就傻傻地 在那个地方待着 那小的时候 妈妈问我任何一个问题 我最常回答的一句话 就是说我不知道 我妈妈就很生气说 你自己的事你怎么不知道 我想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虽然我不知道 没关系 反正哥哥姐姐会扛 爸爸妈妈会扛 特别是我祖母很疼我 祖母一定会扛 所以我就这样一路路往前走 那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我的身体一直很不好 因为大家知道我气喘 小从小 那因为身体不好 气喘 我就常常请假 常常请假 功课一定不好 那功课不好呢 你人际关系就不会好 因为在班上 别人就不想跟你同一组 这个物理分组 当然不要跟你一起 因为物理八分 那个化学要分组 不要跟他一组 因为他化学六分 数学分组 不要跟他一组 他数学两分 很糟糕 我数学物理化 这种理工的真的烂得一塌糊涂 那所以人家就不要跟你在一起 体育更不行 我一道体育课 就是那种在树营底下 坐在那里乘凉的 哪个男生喜欢这样的 大家那个打球 他一来就输了 所以就不要 不要跟我在一起 你知道那个是 很不快乐的一个感觉 就是人际关系不好 人家 其实我是很乖的一个小 我从小就非常乖 但是 因为你做不好嘛 你输不好 身体不好 功课不好 人际不好 你就会觉得 就这样 就这样 在那个过程里面 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 我高中 我在成功中学 我高中念了五年 还没有毕业 那真的很不快乐 又重考又留级 我留级那一年 有一个很不快乐的记忆 就是我第二年进去 同一个教室 进到那里去 48张桌椅 48个新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桌椅 我是第49个 我是留级生 那人家不知道有留级生 所以我没有座位 那照说我是老鸟 我去坐那里 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了 人家是三字头 我是二字头 我比他们大一T 所以我胆子就小 我就傻傻的 就站在最后 站在最后一排 每个同学们进来 大家都坐坐坐 坐完每个人就往后看 为什么有个人站后面 然后人家都是新书包 新制服 新帽子 我是旧书包 旧制服 旧帽子 每个老师进来 都看一看 这个人又来了 去年不就来了吗 怎么今天又来 就很难过 你知道我这样一站 站三天 就胆子很小 又很呆 我是个很笨的小孩 你不自己去搬那我不敢 我就是一个人 就站在那个后面 三天都站在那个地方 一直到后来 有一个教官来寻堂说 你为什么站在这里 我说我没有座椅 你为什么没有座椅 我刘洁 刘洁不会自己去搬 我不会 他被骂了 他就搬一张一来 你知道那三天 是我里面 非常不快乐的一个记忆 非常非常不快乐 觉得说 我为什么会这样吗 为什么把我的人生 搞成这样 我又很乖 你知道你如果外面 混太保 混流氓 身上刺龙袖凤也就罢了 没有啊 乖得要命 怎么走成这样呢 我二十岁的时候 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父亲是牧师 但是我从小在教会里长大 我就听了一堆圣经故事 但是圣经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很 就是故事嘛 就是我知道很多 这样的一些事情 可是在那个聚会当中 我里面 我坐在下面 和你一样坐在下面听 听台上的那个人讲 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说这些道理我都知道 但是上帝你是真的吗 上帝你是真的吗 如果你是真的 你可不可以改变我 我非常不快乐 我很不喜欢我自己这样 我也曾经很努力过 我曾经想过说 物理化学数学不好 体育不好 至少我有一些文科好 我的国语比较标准 我们是所谓的外省第二代 所以我国语比较标准 我从小就参加演讲比赛 但是我就想说 好 这个我总可以了吧 我就拼命地努力背 我参加演讲比赛 台下背的滚瓜烂熟 一上台 看到台下一批人 脑袋就一片空白 所以我15岁之前 从来没有一次演讲比赛讲完过 就每一次站在那一看到人 我就慌 然后就慌 运气好一点 还有老师各位同学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什么 后面就没有了 运气坏一点 我连老师各位同学 统统忘掉 就傻傻站在那个地方 我就觉得 努力也没有用啊 我也很努力啊 我在台下倒背如流 可是为什么我一上台就不行了 那种感觉真不快乐 我就跟上帝讲 如果你是真的神 你可不可以改变我 我不想这样 我想要有一个改变 我也曾经很努力去改变 可是我没办法 我做不到 我说上帝你可不可以改变我 那一天我走到台前 我跟上帝讲说 如果你是真的神 你能够改变我 我一辈子都跟你 如果你不能够改变我 那你是不是神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你在天上做你了不起的神 我在地上做我倒霉的人 那怎么就这样嘛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我的人生不就是这样嘛 那年我二十岁 上帝真的在我生命里面 做了我第一次经历一个 特别神做的事 就是我考上大学 其实我高三的时候 其实所谓的高三 对我来讲是要高五的 因为我都念了五年嘛 高五了 那我的导师是在我们教会聚会 你知道那有多倒霉吗 我数学三分 物理六分 化学两分 他一个电话就打到我教会说 叫我跟我爸爸讲说 牧师啊 你儿子八分啊 这次六分啊 还有一次两分 怎么办 他马上知道 就很生气很难过 他很疼我的 他把我叫到那个 成功中学那边 有个小花园在那里 他就握着 他怕我失望 他就握着我的手说 少安娜 老师跟你讲 我们考大学 就考一个经验 那意思是说 不会上的啦 你再回来念高六吧 五专都毕业了 我还回去念高六 但是 即使这样的情况 我真的考上大学 我没有作弊 我是真的考上 我考到福大中 我快乐极了说 哇 上帝你是真的耶 你真的是不可能 变成可能的 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能 我的同学觉得不可能 我的老师也觉得不可能 可是我真的考上 我觉得那一年 真的是神给我一个 很大的恩典 那一年 我八月 我八月生日 换句话说 放榜的那个时间 接下去就是我满二十岁 人家十八岁高中毕业 我二十岁才毕业 我告诉我自己说 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变成一个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 loser 我再也不要做一个 我再也不要 我再也不要去过以前那样的生活 就是你做什么都不对 被别人瞧不起 别人不要跟你在同一族 我再也不要这样 所以我一定要 另外一个词叫人生胜利主 我就跟上帝讲说 上帝 我一定要挤到那个人生胜利主里面去 我不要再变成这样一个人 然后我回头看我自己过去的二十年 我发现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很懒散 我非常非常懒散 做事情马马虎虎 慢慢的 无所谓 反正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反正做不好也没关系 我哥哥会替我 做不好也没关系 我姐姐会解决 做不好也没关系 我奶奶会 反正我就这样一个人 后来我发现不对 我需要很认真的面对我的人生 如果我不认真的面对我的人生 我永远是那个loser 我不要这样 二十岁之后 我对我自己讲 我已经比别人慢了二十年了 有人从小就是很认真的 可是我从小是不认真的 我二十年都不认真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一定要非常认真 我做什么事情要比别人更认真 别人七点起床 我五点就要起床 别人九点钟就下班 我搞到十一二点还在办公室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因为我发现 除非我比别人更认真 我追不上那二十年 我要追上那个二十年 所以我要拼 我要拼 这个成为我自己人生里面的一个 给我自己一个压力 我大学的时候 很认真的努力 然后我拿到全国辩论冠军 当我拿到全国辩论冠军的时候 哇 好快乐 我发现真的耶 只要我认真 只要我努力 是有可能的 我是可以冲得上去的 拿到全国辩论冠军 然后在大学的时候 我开始发现 只要我认真 我想要演戏 我可以演 我要做导演 我可以做 我要写剧本 我可以写 哇 很多东西 我慢慢可以得到 我越来越相信 努力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就是这样 我就只要这样努力 大学毕业 当完兵回来之后 我进到电视台 我知道我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 因此 我一定要比别人更认真 否则的话 你就会被别人换掉 那个时候只有三台 不像现在 九十几台 一百多台 只有三台 如果你稍微不认真 你就会被别人换掉 哇 我就这样觉得极认真 一个没有背景 没有条件的人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有一个 是别人没有的 什么呢 从我进电视台第一天开始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要做一件事 我绝对不迟到 我绝对不早退 我绝对不请假 我绝对不NG 我做了十年商业的电视 我真的不NG 我就是不会 你拼也要把它讲下去 一定要努力 要讲 哇 那个真的是很辛苦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我做一个节目 是科技性的节目 科技 物理 数学 物理 数学 化学 六分 八分 两分的 要做科技节目 你知道那个剧本 摊开来 那个里面 一页里面 大概有三十几个 我不知道是什么字的东西 那个名词 都是我不懂的 拼命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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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节目 常常录影录到最后 导播就开麦个风说 科技先生 插两分钟 你自己再加两分钟话 科技节目加什么话 你吃过饭没有吗 加什么吗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个里面的词 我就要逼我自己 我一定要比别人更努力 所以我前面 你本来五点起来的 现在四点就要起来 我要看更多的资料 然后我要想办法 万一今天时间不够了 我要补什么东西 你知道就要去讲一堆 听起来很专业 但是完全没有内容的话 你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 但是听起来他好专业 但不知道他说什么 然后弄完 他就是告诉自己 我不可以NG 不可以NG 不可以NG 我后来做新闻主播 李彦秋说 我们做新闻主播的人 是播报机器 其实我觉得我连播报机器都不是 我是在演 我在演一个主播 因为那个时候 我在做成天新闻的时候 我每一天都要采访股市 我一辈子没看过股票 到现在都没看过股票 长什么样子 是方的还是圆的 我没看过 可是我每天要采访股市 那些人在访问的时候 我就站在那坐在他对面 然后还要一直 是 对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我根本在演 演得好跟真的一样 然后我演完了之后 完了以后他们就过来说 你知道我 他一直写笔记 一直写笔记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他说什么 我在那边画狗啊 猫啊在那里画 还有一个观众说 你的笔记可不可以借我操 我在想说天哪 你去看我的猫狗 但是你知道我就想 就算这样 我也要演也要演得像 就是要像 就是要像 我这样走了好长一段路 就是我告诉自己 我要努力 我要努力 这东西得来不易 我再也不要回头 走那样的一个 失败的一条道路 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再也不要走那样的路 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有一些快乐 因为你觉得你 真的就是一分根云 一分收获嘛 你就可以得到一些东西 你的努力是有代价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总觉得我里面 something wrong 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对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常常我在安静 灵修 读经 祷告的时候 神总是跟我说 寇少安你过头了 你过了 我在想 努力还错吗 我这么努力有什么好过的 不努力就被换掉 不努力你的位置 就被人家拿走了 那怎么办呢 我不懂 但是我常常觉得 主跟我说 你过了 什么叫过呢 你知道在基督徒的 我们昨天应该有些人 今天是第一次走进教会 你知道很多人 对基督徒的印象 就是基督徒很喜欢 跟人家讲说 我是罪人 你是罪人 他是罪人 大家都是罪人 那觉得很怪 我小的时候 我祖母是我们家 第一个基督徒 他们的教会 就常常干这样的事 就把所有的弟兄姊妹 都带到马路上去 每个人都穿个白袍子 上面就用红笔 写四个大字 你碰过那样的人吗 我是罪人 然后后面还是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就罢了 前面还我是罪人 你干嘛 把那个人夸到那里 然后满街 什么时候人多 他什么时候来 一放学人多 他就出现了 就来 我是罪人 你是罪人 他是罪人 你知道我怕死 觉得他很丢脸 他还叫我 小安娜来帮我发 哎呦我天哪 我假装不认识他 他都来不及来帮他发 他就没有办法 他只好就去去去做 但是我真的不懂 为什么他要说他是罪人 我小时候还在想说 他做错什么事情 要这样游街示众 那里发生什么 但是慢慢大了以后 我稍微多读一点圣经 我发现原来圣经上 所说的罪 跟法律上讲的罪 在层面上不完全一样的 法律上讲的罪是什么 不该做的事情去做了 这叫罪 对不对 不该杀人 不该放火 不该建议 不该偷盗 不该做的事情去做了 叫做罪 另外一个部分呢 圣经上讲说是 那叫做罪 可是还有一个部分是 该做的事情 你没有做 也叫做罪 雅各书里面讲 我们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在上帝的眼中 那也叫做罪 那也叫做不好的事 过于不及 过头了 不该做的去做了 不及 该做的没有做 原来圣经里面 所讲的罪 用我们华人 最容易懂的话 就叫做 过于不及 如果过于不及 在上帝的眼中 看作是罪 我不得不承认 就是啊 那段时间 神一直跟我说 寇少恩 你过了 你过了 我其实是不懂的 我听不太懂 他在说些什么 我们跟神 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跟神的关系 里面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叫做 祂是我的救主 Savior 拯救者 我生命出世了 我得癌症了 我生命出世了 我老婆跑了 我生命出世了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吸毒 我的女儿 变成 我的生命 有些状况 出现的时候 我能为力 上帝你来帮忙 我需要一个救主 一个拯救者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圣经里面 还有一个 我们跟神的关系 另外一个词 叫做Lord 主 祂是主 祂掌管我们的生命 祂带我们走一条 恩典 丰富 祝福的路 在那个过程里面 神常常提醒我说 Ko Shauna 你什么东西 都抓在你自己手上 到底我是主 还是你是主 是 我觉得我常常跟主 说主耶稣 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能够做的事 我都尽可能自己做 我不麻烦你 真的出事 我会找你 其实 我后来在得癌症的过程里面 读到刚才那段经文 神常常跟我讲说 你就是那个门徒 在那个风浪的时候 你觉得我行 我会 我能 我专业 我来 然后呢 你去睡觉 耶稣你去睡 真的不行了 我再叫你 在我人生里面 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是认真的 我好好的做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 我不麻烦你 真的不行了 我找你 可以的时候 我都尽量自己来 但是常常在我的手中 就越弄越不好 越弄越不好 越弄越不好 到最后 还是得说 主要帮忙 怎么办 怎么会弄成这样 谢谢主 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努力在我的每一个角色上 去做好我自己 作为一个男人 小的时候我觉得 我一直是个很乖的男孩 我是个很乖的男孩子 但是我不是一个 我到三十几岁才结婚 在那个之前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觉得 我一直是一个大男孩 可是不是个男人 男人是要什么 男人要承担责任 男人要面对问题 圣经上里面讲到说 男人要起来面对问题 面对问题就不逃避问题 不假装没有问题 要承担责任 不是推卸责任 是我开始慢慢地学 学怎么样面对问题 学怎么样承担责任 学怎么样生命愿意被主改变 我觉得我要做好一个男人的角色 不但做个男人的角色 我做好一个丈夫的角色 我努力做张琪梅的好丈夫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 在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都知道 我刚结婚前面几年 每一年张琪梅过生日 我都要大费周章 替她办一个非常非常 给她一个surprise的一个party 然后我还有各种方法 今年送这个红玫瑰 明年就要想办法送紫玫瑰 后年就要看有没有蓝色的玫瑰 总有一天要送到黑玫瑰 就要想办法 就要变出一个比前面更那个 今年请十个人 明年就要请二十个人 后来要请五十 每一年都在那里绞尽脑筋 说做一个好丈夫 我要把最好的给她 一直到我们结婚七年的时候 那天前面 我帮她办完她的生日party 我觉得我精彩极了 这丈夫真是太精彩了 然后她就说 小恩 我没有那么喜欢 你直接把钱给我 我比较喜欢 从那年开始 我轻松多了 我的所有的钱都归她管 我不管了 但是我分享这个 我真的是认真的想说 我要做一个好丈夫 我想把好的给他 如果你要 你告诉我清楚你要什么 我就愿意 我认真的做一个好爸爸 以前奶迪小的时候 奶迪在念小学的时候 有一次在学校被人家打 我冲到学校里面去 我就觉得 我就是告诉我的儿子说 我一定要让你知道 你出事的时候 爸爸一定在你旁边 我一定在你旁边 我陪在你旁边 我陪你去面对 然后我一路上 拼命祷告说上帝 你要给我智慧 做一个最好的处理 不要让我孩子丢脸 让他觉得很荣耀 说我爸很棒 我努力地做一个好丈夫 努力地做一个好爸爸 我做这些东西 真的很认真 真的很认真 在奶迪前一阵子 她在一个节目里面 她们访问 她就在讲 她上的每一个学校 她爸爸都去学校 替她讲过道 你知道她就替我接case 我已经忙死了 她替我接case 这个团队要 替我接case 我记得她小学的时候 还替我接一个case 说我爸以前是主播 然后她老师就把全校 集合起来说 我去对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的小朋友 交了一堂 什么叫主播 累死我 但是我就在想 只要她说的 我一定做 我一定做 我要做个好爸爸 我非常努力地做这些 包括后来进教会 做神的仆人 我都跟上帝讲 我办事 你放心 你放心 我真的是努力 可是你知道 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真的觉得我不快乐 我把我自己弄得 精神紧张得不得了 一天到晚胃痛 永远胃酸逆流 压力极大 其实主告诉我说 我没有让你这样 你怎么把你自己的人生 搞成这样 什么叫过于不及 我小的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做 懒散 后来突然变成 另外一个极端 说我要极努力 极努力 比别人更努力 因为我要醉二十年 我要比别人更 在我的人生当中 上帝说这叫做过于不及 你怎么样去面对 你的人生 我把我的人生的 每一件事情 抓在手上 我想要摆平所有的事情 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不快乐 而且很累 我常常觉得 我好像什么 我不知道 我们昨天很多弟兄 男士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常常觉得 我走在那个 我像空中飞人 走在那个钢索上面 我手上拿着一个平衡的感 我要不断地平衡这件事情 平衡这些 平衡这些 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变动 不要变动 因为我好不容易弄到平衡了 你这边突然一下 我要从头来一遍 要整个来 然后每天都在平衡 每天都在平衡 那些东西让我就是 一天到晚胃痛 一天到晚紧张 那就是我的人生 说上帝啊 我是很认真的侍奉 我很认真的做丈夫 我很认真的做爸爸 我很认真的扮演 我的每一个角色 可是为什么我不快乐呢 门徒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四章三十七节 好吗 四章三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三十七节一起来 请 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水 在那个忽然之前 门徒用他们自己的方法 他们是可以让那个船 风平浪就往前走的 因为那里面有很多专业的人 我相信彼得是认真的 约翰是努力的 安德烈他们是很懂得水性的 这些人他们用他们的专业 让这个船很平衡的往前在行驶 但是他们的生命当中 出来了两个字叫做忽然 因为生命充满着变数 生命不是每件事情 都照我写的剧本 有非常多的变数 是我抓不住的 那些变数突然临到的时候 我努力维持的那个平衡 就开始晃 你可以感觉到吗 那个走在钢索上的人 有人在旁边 一针动一针动的时候 他就整个人在上面晃 忽然 忽然起了暴风 然后波浪打入船内 波浪打入船内 意思是什么 那个波浪 他们不是站在岸上观看的人了 那个波浪跟他有关了 打到他的船里面来了 25年我在教会做传道人 其实我陪过上千人 走生命的宗战 最后的那段 也许是癌症 也许是疾病 也许是车祸 我陪他们走那段 走了这么多之后 我的里面其实有一些SOP的 我知道这个时候 他如果哭了 我要怎么去面对 这个时候他如果不哭 不哭不一定好 我要让他能够把情绪出来 我要怎么讲他才会哭 我有很多的SOP说 这个人碰到这样的状况 应该怎么处理 那个人碰到那样的状况 应该怎么处理 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 当我去面对别人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好像在岸上 然后我会下指导 现在应该这样 应该那样 我很理性 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 可是这一次是我自己了 在我的生命当中 那一天我突然知道 我得癌症是非常忽然 非常忽然 其实我只是到医院去探访一位长辈 一个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长辈 他癌症而且末期 我去为他祷告 祷告完之后我就要回去 回去突然看时间还早 我就去看另外一位弟兄 去跟他一起谈一谈 谈完之后时间到了 我就说我要走了 他就送我出来 这个弟兄也是跟我从小 一起长大的很熟 那我就出门的时候 我就顺带说了一句说 我最近胃不太舒服 他是非常非常爱我 所以他马上就抓住我说 走去照胃镜 我说没那么严重 连痛都不算 因为我是长期会胃不舒服 胃酸逆流 很不舒服的一个人 所以我非常知道 什么时候要看医生 什么时候不必看医生 什么时候吃什么药 什么时候连药都不必吃 什么时候要吃 那个国外进口的药 才压得住 我完全知道 因为很多东西都有SOP 大家说不行 跟我一起去 就这样一个胃隐隐作痛 那天是2015年的12月15号 我突然知道我得癌症 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我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突然告诉我说 得癌症 然后接下去 到了1月初 我就动手术 接下去的这不到20天 这两个多礼拜的时间里面 我就不断地进出医院 不断地进去 都知道就打个电话来说 赶快 现在有病床了 赶快来住院 我就赶快去住院 住院以后就查一查说 没有 你再回家好了 我又回家 在那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当中 我不断地面对一件 我最害怕的事情 就是变动 不断地变动 刚开始胃痛 后来说不是胃 可能是胆 后来说不是胆 可能是胰脏 后来说不是胰脏 可能是大肠 后来说不是发炎 是癌症 是炎症 是炎症的炎 炎症的炎 不是发炎的炎 是炎症 后来说不是大肠炎 可能是淋巴炎 然后后来说 要先动手术 后来说不行不行 不要动手术 要用直接化疗 后来说不对 是先化疗再动手术 后来说不对 是先动手术再化疗 你知道我刚刚跟你讲的 这一大堆 就在那十几天当中 我每天一变 每天又叫我去医院 然后就讲一个结果 然后说不对 后来说不对 不是这个 又回去 然后再就去医院 又讲一个结果 又不对 又再回去 那个变动 成为一个基督徒 其实我真的诚实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怕死 因为我知道 我有永远的生命 我知道有一天 离开这个世界 我往哪里去 你知道死 让人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是因为它是未知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确据 就没什么好怕的 就没什么可怕 我不怕 但是我讨厌那种变动 就刚刚跟你讲 我觉得我的人生 好像站在那个钢索上面 我好不容易维持一个平衡 又变了 又变了 然后你每一次一变 我就要重新来应对 怎么去应对它 说是胃痛 我知道胃痛要怎么处理 要怎么去调 我说不是胃痛 是胆 我的胆要怎么去调 是胰脏 胰脏要怎么去调 你每天一直变 变到后来 我自己心里面是很乱的 那个非常的烦躁 在我的生命当中 那个变动 然后我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 这个剧本要怎么写下去 每天都在变 怎么写这个人生的剧本 我是一个写剧本的人 但是我发现在人生这台戏上 我写不下去了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 要继续往下去写 因为太多的变数 每天都在变 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往前去呢 我尽力要维持一个平衡 其实我不得不承认 我失控 好像刚才对待经文里面说 门徒忽然遇到了暴风 然后那个波浪打入船内 他们不是站在岸上 关浪的人 是那个浪跟他 已经进到他的生命里面来了 影响到他的生活了 然后船满了水 船满了水是什么 就是要沉下去了 他的这个船根本失控了 整个要往下去沉 沉下去了 而对我自己而言 每天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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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到后来我真的觉得 我失控了 我抓不住了 我不知道接下去的发展 要怎么去 我不知道会怎么发展 我就不知道 我现在应该怎么应对 对于一个男人 我从20岁的时候 告诉我自己说 不行 我不可以让我的人生不知道 我什么事情都要知道 所以我要努力地 掌握每一个状况 经过了40年 我今年进入60 40年的时间 我习惯这样了 我习惯什么事情 我一定要知道状况怎么发展 我要去想 下一步是怎样 下两步是怎样 下三步是怎样 但是在这件事上 我完全无法掌控 我觉得我动手术那天早上 我坐在病床上 我就在想 我待会要去进手术房了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推出来 因为我的医生很特别 其实我后来大概比较确认 知道我10-08癌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那我到底第几期 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很正常一件事 你要问人家是第几期 因为第几期决定 你要怎么去处理 我就问他第几期 我的医生好特别 他就死不肯讲第几期 就问他 他就说 这个很难讲 这个有可能 这个就讲了一堆东西 他越是这样 我就是越想 八成是癌末 不然就讲 这有什么那么难讲的呢 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期 还是第三期 还是癌末 你讲没有 我又不怕 但是你让我知道 我就知道怎么去处理 他就死不讲 所以你知道我要推进 我心里在想 大概是癌末吧 那接下去 我有好多事情都还没有处理 我应该怎么办 而我最在乎的几件事情是什么 其实是我的家人 我的妻子 我的儿子 我的女儿 我的母亲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我应该怎么去处理 现在这个状况 我应该怎么样帮助 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好的安排 男人不是要承担责任吗 男人不是要面对问题吗 那我现在怎么承担呢 我要怎么样帮助他们 那天早上我做了一件事情 其实是对我来讲 是非常揪心的 我打了三个电话 一个电话给三个牧师 这三个牧师都是 我非常信任的人 一个是我的哥哥 我小哥哥 我打电话给他 跟他讲说 韩哥我 我现在要进手术台了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出来 万一我不能出来 韩哥我知道你很爱乃迪 乃迪是我唯一的儿子 我把他交给你 请你一定要帮我照顾我的儿子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就把电话挂掉 再打第二个电话 给另外一个牧师 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我跟启梅最好的朋友 我跟他讲说 思雨我 我现在要进手术台 启梅很坚强 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但是你知道在他坚强的背后 其实他里面有很多事情 是不讲的 我说思雨万一我走了 你一定要照顾启梅 然后又打电话第三个 也是一位牧师 他非常疼我的女儿 我就跟他讲说 思雨万一拜托你 如果我走了 你要照顾乃迪 我打完这三个电话 挂下来之后 我坐在床上 其实我心中非常的 很苦 你知道一个男人 要打这样的电话 去告诉另外一个人说 我把我生命里面 最重要的人交给你 请你替我照顾他们 其实那是非常无助的 我坐在我的那个床上 我就在想 我该怎么办 而且在这个时候 很奇妙 上帝突然给我一个话说 扣少恩 你刚打三个电话给谁 给我哥哥 给我最好的朋友 给那个最爱我女儿的牧师 主就对我说 你为什么不把他们 交给我呢 你为什么不把他们三个人 你在乎的人 交给我呢 我说主啊 是啦 他们本来就在你手里面 我不特别交给你 但是我总觉得 作为一个男人 我好像应该do something 我应该做一点什么 主说扣少恩 你不要再自己写剧本了 交给我吧 你自己现在都顾不了 你自己了 你还要再安排这个 安排那个 交给我吧 真的在那个过程里面 其实对我来讲 那一天是我生命当中 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 我坐在那里的时候 主突然让我想到一个 我过去讲过的一个例子 我想在基督家长期 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 你听过公布斯讲这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人 有一个老人 背着很重的担子 爬山 那个挑的点担 爬山 很重 那个山很陡 他爬得非常非常辛苦 在爬的那个过程里面的时候 旁边一部卡车开过去 开过去之后 那个司机就停下来 司机就跑下来说 老先生啊 你这么大年纪了 还背这么大的担子 这样了 你上来吧 你上我的车子 你再卡 我这是卡车嘛 你到我后面去 我载你上山 哇 这老先生好开心 有一个人这么有爱心 他就上了他的车子 然后司机就继续往上开 开了一段之后 那个司机从后照镜 就突然看到 这个老先生上了他的车子 还在继续挑担子 担子还没有卸下来 还放在他的肩膀上面 还在挑着 他就跟他那个老先生说 你怎么那么奇怪 你都上了车了 难道我只是把你 从山下带到山上吗 你为什么不把担子卸下来呢 那一天 我突然想到这样的一个 我以前讲过的一个例子 主突然对我说 寇小恩对你自己讲吧 你就是那个老先生 你上了救恩的车子 可是你为什么不把担子交给我呢 你上了救恩的车子 你还在自己挑重担 你还在自己面对这个 面对那个 那一天我非常清楚地 经历一件事情 那一件事情就是 我挑不起来了 我无能为力 那个是我根本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很难过 很懊恼 去打一个电话 去打三个电话 把我最重要的人交给别人 我非常难过 但是主说 我没有叫你这样做 你交给我吧 早上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感觉我们中间有一些人 你今天坐在这里 因为主也在对你说 交给主吧 你扛不下去的 不要上了救恩的车子 还在自己背 试试看 放下来吧 因为有太多的事情 是我们无能为力的 另外一个我放不下的人 就是我母亲 我母亲98岁了 在我生病的过程里面 我因为化疗 整个头发都掉了 然后因为吃肋骨唇 我每天要吃20颗肋骨唇 所以很长时间的吃 我就整个人肿起来 都变形了 所以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没有去看我妈妈 我不敢去看她 因为我怕她看到 我吓一跳 变成一个光头 然后整个人肿起来 可是我很想念我母亲 你知道人生病的时候 特别想念的就是亲人 我非常非常想念她 有一天 我就想说算了 我自己开车去吧 我就开车到我妈妈家的楼下 我知道差不多每天早上9点的时候 工人会推她下来 去老人中心 她会在老人中心那里去 所以我就想说 我就远远地把车停在那里 我远远看我妈妈一下 那天我很早去 因为我怕miss掉 所以我8点钟就去了 不到8点我就在那里 坐在远远的一个地方 我坐在车上等 我等了一个多钟头 9点钟左右 我妈妈下来 然后就看到她 98岁了 真的很老 尤其我很长的时间 没有看到她 然后她就推过去 其实我等了一个多钟头 只看到她不到10秒钟 她就推走了 生病以来 其实我很少掉眼泪 但是那一天坐在车上 我掉眼泪 我跟主说 我可不可以向你求一件事 我不怕死 但是 我可不可以向你求 不要让我在我妈妈之前走 不要让我妈妈走的时候 白法人还要先来送黑法人 我跟主说 主耶稣我向你求一个恩典 可不可以让我在我妈妈之后再走 那一天主跟我说 寇少恩 你又开始写剧本了 你可不可以交给我啊 你把你妈妈交给我 你不要安排这个安排那个 你交给我吧 主说你知道吗 我再一次跟你说 你就是过了 你抓得紧紧的 谢谢主 是的 有一段经文在我生命里面 给我很大的帮助 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五节说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够承担什么事 我们所能够承担的乃是出于神 是的 四十年的时间 从二十岁到六十岁 我努力地承担 但是承担到一个地步 我发现我根本没有办法 有太多的事情是我无能为力的 主告诉我说 你交给我嘛 有一段经文 我猜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 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一起来念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 一起来 请 凡劳苦丹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二十九节说 耶稣说他的心里柔和谦卑 如果我们学他 他就可以得享安息 主对我说 寇少恩 你就是缺这个 你要学耶稣的柔和谦 我说我有啊 我也常常祷告 都交给你 但是主说 是的 你来到施恩宝座庭 你来到我的面前 把重担 可是你没有卸下来 你就是那个上了车 还继续背担子的人 你上了救恩的车 孩子的担子不放 妻子的担子不放 妈妈的担子不放 教会的担子不放 你还在那里背 这里柔和谦卑 学耶稣的柔和谦卑 让我们得享安息 你知道什么是柔和谦卑 柔和就是相对于 我们里面的刚硬 什么叫刚硬 就是我非要这样 我就是这样 四十年来我就是这样 我做事的模式就是这样 我个性就是这样 我的行为 我的行事的习惯就是这样 就叫做刚硬 我不断地告诉我自己 我就是这样 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说 基督徒你永远不要对自己 说我就是这样 神一定有办法让你不是这样 我念大学的时候很惨 因为中文系的人都有一个怪毛病 念了中文系的人都觉得 好像只有半夜才可以写文章 那半夜写文章 半夜写剧本 半夜做事 我都要半夜 所以早上就起不来啊 所以我大学时候所有的零用钱 生活费通通用在一件事上 就是赶寄乘车到福大去上课 然后一天当晚就说很贵啊 然后我的钱都没有了 通通赶 然后我就告诉我没办法 我早上起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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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到晚在那里算 这堂课再扣考一次 我就要被当掉了 所以这个死也要做计程车去 那个还可以吃到两次啊 一天到晚再搞这个 我觉得我起不来 我从美国念完书回来之后 有半年找不到工作 以前我在电视台工作 后来离开了 位置就被人拿走了 我就没有工作 那怎么办呢 过了半年之后 中广有一个机会 中广有一个机会 主持一个节目叫早晨的公园 我不知道 尤其长辈人比较知道 这是中广以前的一个招牌节目 那个节目呢 六点钟 然后呢 五点就要到 到这个 这个 这个广播电台 我在interview的时候 那个 那个主管就问我说 你各方面都很合适啊 可是啊 我们节目很早耶 五点钟你就要到广播电台 你起得来吗 我就看着他心里想 半年没有工作 五点 两点我也来啊 怎么办啊 从我第一天开始 做中广的节目 到我后来从中广 转到华视做成间新闻 我通通都是五点钟 必须要起床 然后就要到电视台 广播电台 我没有迟到过一次 没有请假过一次 没有缺席过一次 上帝非常清楚地就改变了我 上帝能耶 只是你知道非常多的时候 我们就告诉自己 我没办法 我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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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不能改的呢 上帝能 问题是我要不要 我愿不愿意 那一天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也经历这样的一件事情 耶稣说 你学他的柔和 后面一个是谦卑 谦卑的相反是什么 就是骄傲 主说寇少恩你知道吗 你什么都抓在神 你自己的手里 你里面有一个可怕的骄傲 你以为你能 其实你不能 主说你要不要学我 对付这两件事 用耶稣的柔和 对付我里面的刚硬 用耶稣的谦卑 对付我里面的骄傲 主说你要不要去面对说 你可不可以柔和地说 我不能 但是我愿意被主改变 你愿意跟主说 主啊 求你帮助我 我放下我里面的骄傲 以为我靠自己行 我愿意谦卑地承认 再我不能 但是我要敬验 再你凡事都能 谢谢主 四章三十九节里面 耶稣从睡着了 到耶稣醒了 耶稣醒了赤则风 然后风就住了 就静了 就大大的平静了 你知道耶稣对我说 你就是门徒 你知道吗 你自己靠自己在那里 拼命掌舵 拼命掌舵 心命想摆平 摆平 拼命想要维持一个平衡 拼命要在那个钢索上面 要维持那个平衡 然后你苦得不得了 一天当晚胃痛 一天当晚这个不舒服 一天当晚搞得自己 连续三年做心脏手术 然后胃一大堆问题 然后现在又搞一个癌症 你还要怎么样 主说你为什么不交给我呢 刚才一开始跟你说 主知道你能够承担多少 主说我没有给你一个担子 过于你能担的 你不必把什么东西都压在你的肩膀上 你要学一件事情 主对我说 你知道那个出路 你生命的出路是什么吗 主对我说 你生命的出路就是相信 我在 主在 求主神 今天早上 今天中午 我也求主对你说 你生命的出路 就是相信 主在 然后你要交给他 耶稣起来 他能 他也肯 他可以平衡你生命的风浪 关键是 你要不要交给他 你愿不愿意交给他呢 过去这一年 我重新面对我自己生命里面 很多我的问题 主 带我去面对我里面的刚硬 说 我就是这样 我习惯就是这样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主说 你可以不是这样 主 带我去面对说 扣少恩你知道吗 你什么都抓在手里 其实是一个里面的骄傲 放手 交给神 愿主 今天也向你的心说话 那一天 在我动手术之前 主对我的心说话 说 扣少恩 你不要再自己写剧本了 不要再安排这个 安排那个 交给我吧 谢谢主 一年多 今天我站在这里 当然你知道 我没死嘛 所以我还站在这里 但是谢谢主 神的恩典够用 我会讲关系好吗 我也要来讲 我家冬 感谢观看